在恶性的侵害事件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歹徒拖转女性的动作 像是拖进房间 拖进到这个隐蔽的位置等等 那么女性应对的大部分措施 是蹲低重心 然后往后整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 她体重比较小 她就会逐渐的过渡到了一个蹲到地上的情况 即使如此 也会依旧被人强行拖着走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如果不在此时制止 后果是很难以想象的 我们一定要切记 在遇到这种拖拽的时候 它不比这个只是单纯的抓住手腕 一定要尽量不要卷入地面 在被拖倒之前 我们可以选择这样应对 对方拖拽手臂 顺其拉力 用整个身体的重量 直接冲到她的身上 对方重心不稳 腿向后倒退 趁机往一侧跑开 对方拖拽手臂 女性另一只手按在被拖拽的股纹 用力登席静步 迅速逃脱 那么这两个动作它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不和对方较劲 那么在拖拽的时候 它会为使出更大的力气 也像你一样 有一个身体重心都在后面 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 顺着它的劲上去 反而更容易逃脱 此时你自己的身体重量 再加上它拉你的一个力量 对它来说 就是一个很有力度的冲击 而且歹徒很少碰到 这个直接往自己身上送的 这种情况 还比较容易蒙圈 也更利于女性的逃脱 所以我们要努力 让自己去改变原有的 那种应对习惯 通过一个多次重复的练习 形成一个条件反射 那么如果前面 我们没有做好应对 已经成了一种倒地姿势 别害怕 我们也还有机会 当遭遇地上拖拽时 身体立即缩成一团 朝向对方 一脚勾住对方脚踝 另一只脚做蹬腿动作 攻击对方进步 膝盖 方部 小部 胸部等部位 到这几刻为止 可以看到这已经是 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了 能否从歹徒的手中逃脱 很多时候是取决于 我们自己应对的 通过一个不断的练习 来改变自己的一个应对习惯 培养一下应对意识 只有客下这种不断的练习 才能将技术在实践中 发挥出作用来 那么客下练习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这几点 第一点 体验一下被拖拽的感觉 尤其是要找到这个 力量相差比较大的同伴 要感受一下 向后挣脱 和这个向前扑的区别在哪里 以及你扑过去 自己会是一个什么反应和姿势 那么第二点就是 要体验一下 在地上被拖拽的那种感受 你要要求同伴 用上身体的力量迅速的拖拽 看看这个时候 你是应该怎么应对 第三点 也是一个核心的关键 就是一定要做团身练习 那么关于这节课的动作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再见